求助到中国驻俄罗斯莫斯科大使馆 一个中国公民在大使馆 在这个国外遇到的困难 大使馆的话这个不帮助 先生会过期 我说那可能会成为 异国他乡的流浪汉了 小伙子辛苦了 我战争你 爱就是爱 幸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族 最近有一名中国男子啊 跑到了俄罗斯旅游 没想到 家当被蒙古族人给偷走了 导致他身上毫无分文 只好跑去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求助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结果了吧 因为我们节目也分享过不少 中国游客啊 或是中国人啊 中国留学生跑去求助中共大使馆 中共大使馆还是那个老样子 百出关我屁事啊 你一个屁名少来烦我 你自己想办法吧 那中国男子表示 若是大使馆不愿意借钱给他买机票 回国 或是帮助他回国 那他旅游签证一旦过期 他马上就会成为俄罗斯的非法滞留居民 会在莫斯科的街头变成中国乞丐 波脱行企 中共大使馆还是抢 那关我屁事啊 中共啊 还有这个习近平一直说这个 所有中华民族协同的人到国外都是中华民族的同胞 都是中国人 你只要讲汉语 有留着所谓中华民族 所有协同 你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华民族 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现在要变成关我屁事啊 跟今年九月份在蒙古发生的中国女子求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一样 对吧 还有今年七月份 中国女子跑到这个日本还没有开放的海水浴场 晚上去那边玩 结果被浪卷走 同伴啊 不仅找了日本官方 日本警方 日本救援队 也找了驻日中国大使馆求助 结果呢 只有中国大使馆是不闻不问的 直到日本救援队啊 成功把女子在好像60公里还是80公里的外海 找到之后呢 中共驻日大使馆才出面一起称乐度 还发文表示啊 我们大使馆是非常关心每一个海外的中国旅客 跟中国留学生 还有中国公民大 非常的搞笑 那这个事情呢 也被这个女子跟女子的朋友们痛骂 结果女子的贴文 全部被要求给删除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暖心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然后来到这个俄罗斯旅行 在这个火车上 遇到了这个一个蒙古族这个同胞 然后跟我一致这个叛团关系 然后半夜的话 这个把我的钱给偷走了 然后他中邮下车了 我然后没办法回去 我求助到中国 住俄罗斯莫斯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话 说这种事他不过问的 然后讲这个没有这种 没有这笔经费 但是中国每年向非洲 无偿人住几千亿上万亿的 一个中国公民在大使馆 在这个国外遇到困难 大使馆的话这个不帮助 然后我说不帮助 我这个如果说不能及时回去 签证会过期 我说那可能会成为 异国他乡的流浪汉了 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说我们聊天的话 这种他拒绝这个帮助 之后我把这个电话录音 给录下来了 我说既然这样 我会把这个事情 这个发到网上去 他说那是你的自由 好吧 我本来我很爱国 但是现在的话 我想一想国家是什么 共产党是什么 在这个列宁广场 遇到很多中国热血青年 来到这个俄罗斯参加雇佣兵 宁可为俄罗斯打仗很卑微 中国老百姓的话 现在拒绝是14亿 新中年的话 这个8亿多 现在是全部8亿多人 负债 教我们老百姓怎么爱国 我回过去 我估计这个签证国际会逾期 当我们 估计 我一下也可能 俄罗斯的终于在俄罗斯的那里 就是到时候来遇到村 如果这个钱的话 借着我回去的话 我会还没地方还 我会向当地政府还 我把这个还钱 这个负责 整个的事故事 我会发到网上去 已经发射到这里 其实说难听一点 他讲到中国每年都向非洲各国 无偿捐助好几亿几千亿几百亿的资金 还最后无息免还之外 还直接本金都不用还了 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上 在国际会议上有一票 有一票可以支持中共 所以有选票 重不重要 你呢 你没有选票 在枪杆子的逼迫之下 你即便有选票 也是党叫你去选 你选这个村委会干部哦 你一定要选这个村长哦 虽然我们有派出两个村长 但是一个 这都是做给这个国际媒体看的 另外一个是大家要投的 然后呢会分比例哦 你看80%的人投一号村长 20%的人左右投二号村长 所以我们就是要让一号村长当选哦 大家知道吗 你们这20%的人要投他 这80%的人要投他 知道哦 要清楚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 台湾人哦 你比较年轻的 不了解中共这样操作 你会表面看 哎中国也有投票 中国也有很民主啊 你多去跟那些中国反贼聊天 多去跟那些论出来哦 被中共破坏的人聊 你就知道中共是怎么玩 投票操作的啊 北韩也有投票啊 北韩也很民主啊 是吧 你也可以这样讲是不是 好我请问一下 现在习近平人 是不是刚好在俄罗斯开会 习近平这时候在干嘛 装聋作哑 这个时候小粉也是会装聋作哑 他们肯定会说什么 就是你运气不好啊 怎么不偷别人的钱包就偷你的钱包 所以一定是你有问题 一定是前世的因果轮回 你前世造孽 这辈子还债 这个时候小粉要相信因果论 又相信这个神鬼论了 是吧 而且小粉还会说什么呢 中共大使馆在忙国家大事 你这种小破事的格局 也就别来干涉咱们国家干大事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使馆的目的是什么 最大的目的不就是在帮助 在地生活旅游的本国公民 这不是他最大的目的吗 是吧 所以不用扯什么格局大格局小 格局大就是帮助本国国民在他国 不就是这样吗 那些中国参军的人啊 在俄罗斯也是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我这几天都分享过不同状况的影片 对吧 他们也是不敢直接跟俄军反应 还继续留在那里受苦受难 继续伟大复兴 继续中俄友谊家亲 中国官方与媒体 更是没有报道这种夸张的事情 我2022年底呀 在大阪遗失钱包 马上打给住大阪的台湾办事处 他们也有主动表示问过我 有没有钱回国 你回国还有几天 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费 基本维持你正常这个吃喝的费用 还好我是跟我员工一起去旅行的 还有在地的中国反贼朋友们 可以帮助我 所以我才无需跟这个台湾办事处 拿那些钱返回台湾 有没有非常搞笑勒 你说即便台湾在少部分国家 才有正式的大使馆又如何 可能那些太平洋岛国 南美洲小国 甚至在梵蒂冈才有真正的大使馆又如何 我们在日本的 我们在美国的 在英国的办事处 能帮我们台湾人办的事情 还比你们正式的中共大使馆 帮助中国公民来的管用 所以名字叫什么又何妨呢 实际公用比你们大使馆还有的用就好了 是吧 天天只会大外宣大内宣 而昨天晚上在中国的青岛 发生了一起 恶意报复社会的张献忠案件 一名驾驶大卡车的司机 拍片痛骂 共产党不让他活了 他要报复社会 他要乱S 带大家来看一下他这段自言自语的影片 短短几秒而已 - 无聊到不容我 - 死人了 - 死人了 - 死人了 后面我就不放了 因为后面这个太可怕了 相关后续大家想看 可以去推特上看 有很多影片跟图片 总之中共官方的通报 警方通报还有新闻媒体 全部没有播出这段画面 也没有说出这名司机 肇事前说共产党不让他活的这些话 诸如此类了 转述的也通通没有 然后它的犯案动机 全部讲的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當然一開始這段在罵中共的影片 也流傳在中國平台上 但陸續都被下架給刪除了 有沒有非常搞笑 這就是小粉紅說的 中國比台灣更有言論自由 我隨便在台灣的網路 真的隨便一翻都可以看到在罵民進黨了 今天在立法院附近還有這個抗議的活動 抗議民進黨 我怎麼不見中國平台上有名字罵共產黨的 罵這個習近平的 或是抗議中共中央的示威活動 不過最近中國有一些地區抗議爛尾樓的 或是抗議這個自己住所的這些業主們 不再舉五星紅旗或是共產黨旗維權 而是改舉三色帆布抗議 而且是不同地區的 他們似乎有一個聯動性 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改變的開始 當然是要持續下去的 起碼他們知道了 我們不會再下跪上訪了 我們不會再舉著那個血旗 再繼續跟你上訪了 我們不會再用這個共產黨的旗幟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 然後來說我們自己愛國 我們要上訪 我們不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改變的開始 當然 這名造勢的司機的行為我非常不認可 假如你今天真的走投五路 你必須魚死亡破 那你何必報復沒有權利的平民老百姓 跟你一樣沒有權利 你真的要魚死亡破 你應該去衝什麼? 中南海? 天安門? 去針對那些殘害你的 政府部門或是殘害你的官員 我都敬佩你 你雖然是被逼著反共吧 但你報復錯了 你即便是被逼急了 你還是不敢把槍桿子指向迫害你 讓你活不下去的共產黨 那你這又算什麼呢? 而最近啊 中國知名主持人金星 被廣州大劇院給拒絕演出了 而他最近這幾天也是被曝光說什麼呢? 在今年1月13號 於太原表演舞台劇 在羨慕的時候啊 衝下台 從一名中國男子手中拿了一個彩虹席 並且展開大喊 愛就是愛 與性別無關 我支持你 小夥子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好我們看完這段影片請大家記得齁 我們再來看一下昨天金星自己發文的解釋齁 金星大致上的意思是說呢 他明明就是去搶那個中國男子手上的這個彩虹席 是為了安撫現場以及這名男子的情緒 念完上面的標語之後 馬上丟掉旗幟 大家不要斷章取義 我自己看完他這篇的意思就是 請大家不要斷章取義 他有支持什麼性別議題這種行為 支持什麼跨性別啊 或是支持什麼同志不同志的這種東西啊 雖然他沒有明著講 但有讀過書的人都知道他在講什麼 而且我覺得這就非常諷刺了 你看金星他自己就是跨性別 他也喊了我支持你小夥子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沒想到他最後還是為了中共的主旋律 而否定掉自己 難怪也有台灣是這樣的網紅啊 也是在黨的威逼力之下變成另外一個人 當然他會做出這樣的洗地言論也是為了自己的廣州表演可以順利演出 畢竟沒有人想要跟自己的錢過於不去 即便是自己心中的信仰 即便今天自己是那個跨性別 當然啦金星聰明的地方就在於此 他這樣的行為可以包牌雙面玩法 今天中共如果突然開放這樣的性別環境 跟台灣跟泰國一樣 金星可以立刻說 我本身就是支持這樣的行為 因為我自己還是這樣的人對吧 那個1月13號的影片可以為證 但是今天中共是這樣的反制 今天中共中央帶的主旋律是抵制反制這樣的行為 不讓他上台面 那金星又可以說 我是為了維持現場秩序 安撫那個激動的男子 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偏激的行為 所以我才做出妥協嘛 我才說我支持你嘛 我把他的表演喊出來之後 我馬上把旗幟認了 結束這個鬧劇 這個男子就不會再說繼續舉得起 然後讓大家都陷入那個情緒中 你看看包牌守法被玩得如火存青啊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下次見了 掰